接着来看到的是立委的选情 台中第七选区立委选举 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先任立委何欣纯 以着长期经营的基层实力 加上问政表现良好 形象清新又具备专业 打败了国民党推出的赖一黄 以及军公教联盟党的十大灾 两位候选人顺利连任 鞭炮声响彻云霄 在支持者高喊动算声中 现任立委何欣纯出现在 大理竞选总部的会场 答谢选民支持 何欣纯这一次在台中第七选区 击败了国民党推出的赖一黄 以及军公教联盟党的十大灾 两位候选人 胜利当选第九届立委 我相信今天开票胜利的结果 不是阿孙自己的 是所有的乡亲 相信我们所有的人民的 我的荣耀就是大家的荣耀 我的每一份的努力 大家都有给他看到 都有用选票来给他肯定 阿孙真感激 欣纯感恩 欣纯无限感恩 何欣纯曾任两届台中县议员 县市合并升格之后 以选区第一高票当选首届市议员 基层实力相当深厚 2012年获党内提名参选立委并顺利当选 担任立委期间问证表现良好 形象清新又具备专业 加上大环境对民进党有利 因此成功获得选民支持 何欣纯也相当感谢 我们的总统 副总统 我们这次的大选 我们赢到这么大的胜利 这是向我们台湾人民的 对不对 对 这表是说 所有台湾人民 基台一个新的开心 基台出一门 跟我们的成绩人 可以带领台湾人民 来驚用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 阿孙真感谢 大家用冠冠的选票 把我留在日本人 让我可以继续为我们囤库来打拼 跟我们台湾这批图的 所有人民聚在一起 我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好 太阳敦 奉帅 太阳敦 奉帅 顺利连任是责任的开始 何欣纯已在地女儿 赢得这场选战 未来将继续在国会中 为民喉舌 为囤区带来新希望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阿孙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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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